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是非常美好的 因为我们人希望它更美好 结果反而把自然的环境破坏了 我们的社会环境本来是应该和谐的 因为我们人都希望输出的环境更美好 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做法也不一样 结果为我们自己的社会环境 也制造了不少的困扰 这些究竟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 许多人认为这不是自己的问题 而是他人有问题 说我们的社会太病了 说我们的自然环境被破坏了 那究竟是谁在破坏呢 我们人人都有份 因此我们现在希望回归到 人的本质 人的本性 人的心的浮动 就带来灾难 人的心的安定 就能够为自己 为他人 谋求啊 幸福 各位贵宾 各位信心师姐 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阿弥陀佛 我们首先来欢迎的是 吴念真导演 吴导演呢 不但是导演 也是编剧 他也是最佳的主持人 配音员 像最近呢 我们的看见台湾的配音 就是因为有他 显得更加的生动 谢谢 好 请坐 如果说吴念真导演是 用他自己的智慧 还有他的创意 打造了个人品牌的话 那接下来这位 那就是用他的创意跟智慧 打造了台湾的品牌 世界的品牌 那我们来欢迎 宏祁集团的创办人 施政荣 施董事长 施董事长呢 现在是国家文艺基金会的董事长 所以很多人说 他365天 至少有300天都在看表演 来来来 这边请 谢谢 谢谢 他也用他的微笑 来印证了微笑曲线的魅力 always是这样的微笑 那接下来让我们也来欢迎 我们法古山的方丈和尚 果冬法师 欢迎 方丈和尚呢 最近有一本书 引起了很多很多的回想 叫抱怨不抱怨 第一个怨是怨力的怨 第二个怨呢 是怨气的怨 所以我们要抱的大怨 绝对不要心生怨言 我们再给三位 预谈者最热情的掌声 好 我们这一整个系列 这系列的座谈呢 总共七场 我们其实紧扣的是 把华金的精神 也就是人 那今天呢 我们在活出绝妙人生 第一场 我们的主题 其实很简单 人生的风景 这四个阶段的来讨论 那我们创造这个人生风景的 第一个阶段 当然就是要先回想 我们这四个阶段 哪四个阶段呢 理想的人生风景 你以前想到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 逆境的人生风景 第三个呢 是我们当今 现在的 时代的人间风景 最后 这是我们行愿的人间风景 四个阶段 好 一开始 方丈和尚 好不好奇他小时候 想要做什么 应该也会好奇吧 我们来听听看 方丈和尚 年轻的时候 甚至小时候 他当时的 对自己的期待 是什么 也就是当时的志愿是什么 跟现在做的工作 有任何雷同相似 或者完全符合的地方吗 方丈和尚 我们 敬爱的乙滩人们 还有说 今天 来参与的 诸位法师 作为善智师大的 护和菩萨 大家 午安 在没有学佛以前 跟学佛以后 一定有许多的风景 不太一样了 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说 怎么样把 读书读好 可是又不是属于 很用功 很激励的 自己在做 但到初中的时候 我常常每次都是考试到的时候 才会拼了拼了 总是有拼到一个志愿学校可以念 高中毕业了以后 又直接就去当兵了 没有进大学 大学 还没有念之前 大家一定是同学很好意也很慈悲 所以就寄出来 寄到马祖去给我 回来继续加油 可是回来了以后 看到社会 就社会学好了 可是在这种 出家前 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知道碰到瓶颈的时候 会有看立志的书籍 我们那时候新生报有什么 宋瑞先生写了几多立志的书籍 可是立志的书籍 很多的心中的许多的千千节 还是没有什么 四节 没有办法四百 可是知道要混花图强 不要递当 可是心理上许多的闷着 所以我在抱怨不抱怨 这本书里面之前有讲的 怎么这样子 当然妈妈带我去拜佛 我们通常男众 要礼佛拜下去还真不容易 有一天自动拜下来 念头出现的就是什么 和字 和字就是说 希望我以后懂得佛法的一些真理 真意的时候 希望我周遭的人 多人和 当然同道家庭 周遭的朋友 社会的话 多人和和 没有学佛以前 会卡住没有释怀 但至少我还没有 非常地怯上和抵挡 因为至少要所谓立志 至少心里面还有 那因为接触的佛法 帮助自己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理实相 延起无常无我空 虽然我第一次打禅膝的时候 通办人圣贤师父 在禅膝当中开示 菩提心 何谓菩提心 也就是利益大众的心 当时师父又开示说 很多人也知道 应该做有意义的事情 可是被旁人一讲的时候 有意义 而且真的想要做 也没有行动开始去做 变成在乎别人的讲话 我那时候听了师父这开示 我来念头说 我要当欠慕慧言 来接引更多人来 一起来学习佛法 把佛法传递出去 虽然欠慕涵盖在这个金钱 但金钱 当然有财师法师 未施 同时在进行的 可是 听到师父这个开示 我以前会钻牛角尖 我如果当欠慕慧言 人家 金钱 我收了 人家又以为 我钱拿到哪里去 就比钻牛角尖 别人不一定这么想 可是我会钻牛角尖 因为听了师父的 这个菩提心 让我划下 我决定当欠慕 一个礼拜以后 我出家念头出现 出家念头出现 这个我要把它当成妄念 来杂念 还把借力鞋 刚要 书再来翻一遍 出家的意义 自己了生脱食 或是这个 离苦得乐 可是真正离苦得乐 要怎么样 还要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才是真正出家的目的 除了自己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为自己求恩的 众生落离苦 自苦及安乐 来行菩萨道 才是出家 真正的本意跟目的 也才是佛法的大义 跟佛陀的本怀 来真正的相应 我才决定说 我要出家了 所以这里就是 我学过前 发起这样子的一个愿力 慢慢地 把这种心中的 许多的疑惑跟结 慢慢打开 心开一结 所以现在 这理想的人生风景 其实就是行大愿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也很好奇了 因为其实 施董事长也好 吴念正 吴导演也好 知道他们故事人都晓得 他们小时候 曾经是经过比较困顿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在他们很多的字述当中 都有提到 在那个时候 他们看的人生风景 跟后来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逐渐 再重新调整自己 所看待的人生的态度 跟这个风景事业 又有什么不同呢 先请问我们施董事长 好不好 好 谢谢 我开始董事的时候 就听到 长辈们 因为我要找爸爸 他说到苏州卖鸭蛋了 就第一个印象 那我看到我妈妈手寡 每天忙进忙出 就是为了照顾我 我是独职 所以在这个时候 心理上很清楚了 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报我的母亲 那母亲只告诉我一句话 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那有用 小时候有用 就是好好读书 乖孩子 不要交坏朋友 就这么简单 我就听她的话 慢慢懂事了以后 有用就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要有用 那时候就是要读书 读书才会有用 我们的观念是这样 但是我本身比较内向 比较害羞 所以就是在学校里面 尤其在高中之后 就不讲话 就是慢慢地去看看这个世界 同学老师 那到了大学以后呢 当然因为我是重考生 因为一进成大就准备要重考 所以在成大 当然就是玩得很痛快 参加很多的社团 所以进入教大以后呢 因为只有七十几个学生 我又是老油条 那进大学不玩就不是进大学了 所以我只好带头玩 所以就因为我搞过社团 所以我就创了各种不同的社团 所以跟大家一起玩在一起 服务同学嘛 那再加上刚好理工比较不错 教大那时候对文学 语文就是社会科呢 分数比较甜 好的九十几分 不好八十几分 那理科的好的八九十分 不好的三五十分 我平静起来功课也不错 因为不好的东西没有被平静下来 所以就建立自己的信心 那当然就大学毕业 当完兵 当然再继续读研究所 当时我在想说那时候有资源 我喜欢玩 那我就留在学校 那时候产业界不需要有高等教育的人 因为都要出国去 我是不想出国了 妈妈在台湾 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呢 我当然说我如果从学生活动中心的主任 一路一路就可以到学校当校长 所以那时候的志愿是当校长 那没有想到研究所毕业之后呢 台湾的电子业刚好要起飞 我就有机会找到学长的公司里面去 加入研究发展的工程师 所以有机会就开发台湾第一台的电算器 就这样一路一路呢 从研究发展 然后打自己的品牌 做电算器呢 后来跟老板一起出来创立一个专业的电算器公司 叫隆太 原来叫环璃电子 那后来呢 就接触到的微处理机 那由于原来隆太的公司自理 有一些台湾一般企业的一些问题了 没有公司自理了 公司不太分了 所以我就变成很赚钱的公司 变成最后会变成倒闭 年轻人的天地呢 就不得不出来创业 所以我创业是 不是我的规划 我就会就好了 结果不得不出来创业 当时就找了一些 较大的学弟们 大家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仁 创业就是以微处理机的盐钉 因为微处理将会带动二次工业革命 所以因此呢 大家就在这方面做努力 就以研发跟打自己的品牌 要替我们华人呢 在国际上争一口气 所以人情朋友大家有这个使命 一进入这个公司 所以到最后我们公司的同仁 离开了宏祭之后 就帮整个台湾高科技院 也能够创出一片天出来 这个是整个 不是原来的志愿 就这样一路一路 一路走上来了 那对我来讲 我要寻求突破 因为台湾需要 华人需要 那有一些瓶颈 而这些瓶颈 一般来讲都要花三五十年 才能够有手突破 就是因为要花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我一定要很早就开始做 而且不是一个人做 是找一大堆人一起来做 因为我怕死的人 所以我是要记中 我一定要记中 把跟一些年轻朋友大家谈谈 大家有共同的这样一个想法 大家把这个当成大家一起的一个使兵 就一路一路 就当然凑着是很多了 不过也很幸运的时候 本来两千年的时候 我决定六十岁要退休 那一次四季变革 我也准备 暗然下台也要退休 不过我请求我们的同仁 我在转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就请让我农退 大家一起来努力 结果大家一起拼的结果 我两千年四年就农退了 那农退之后呢 我当然主要的 还是为台湾再打拼 所有台湾未来欠缺的东西 我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个舞台 所以我就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 再做整个把社会企业当成我的志业 我有很大的印 最后最近当然七年也是莫名其妙回到宏基 可能210天的板头 又赶快就下台了 因为我不能剥夺宏基 不断传承的这个基因 如果我在那边大家看 那就剥夺下面接班的人 能够变革的这个基本能力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退在旁边 但是因为我也很私心 私心也很简单 宏基那舞台太小了 虽然在座可能有股东 好像有丢他不管 我还是在照顾他 但是我觉得台湾未来的问题更大 所以为什么我成立了王道信传班 王道讲堂 王道论坛等等各种不同的活动呢 现在在国议会里面 有议文社会企业议程战乱以及最近要推动的产业文创化播种推广计划 都是希望能够种下一个种子 让30年50年之后改变产业的文化社会的文化 能够让台湾能够对国际社会做进一步的一个贡献 所以我去年年底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各种演讲我在台 我们希望能够行王道圆农梦 农梦的话 就是华人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有目共睹 大家能够赞赏 而且祥王作为华人 这个是我一直不断不断的一个宴 因为我这个宴恐怕要做几代 反正就一直讲 反正讲也不太花钱 就是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不见了 希望能够留下一些种子 谢谢 这个院子一路走来也是不容易 在不同的因缘际会 有的时候是被动的 但是现在最大的院 这整个的不但是一个全世界的舞台 而且是好几代要相传的这么大的一个院 也的确在法古山我们讲 怨怨相续 创办人这边的想法也一样是怨怨相续 也是一直不断的去传法他的王道之法 好那接下来就轮到吴念真吴导演了 他的理想人生风景 小时候看跟现在看 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实在不太相信人有志愿 特别是小时候 我想问在座 小时候立志或者作文课本 作文部上面写我立志成为什么 现在真的成为什么请几手 没有嘛 为什么 那恭喜你 真的不容易 一般人 因为成功了之后 他才想去堆积他自己的一些过往的事嘛 所以他才我曾经立志怎样子 那我觉得真正其实真正的人生都是很自然的 是在某一阶段里面 我遇到什么认真把它做完 然后累积起来的 我记得以前访问过张总法先生 他讲得非常好 有这个问他就是说 张先生张董总裁总裁你那个 怎么没有那个张总刚成立的时候的照片啊 他说你看这三点不免得再买乎了 我的照片 我才知道事业现在做得这么大 我觉得这非常真确的 那才是真正的 对我来讲也是一样 我小时候哪有什么志愿 小时候家里很穷 志愿要有本钱耶 你要当第一志要什么 我要当医生 你要想到你成绩还要不错 你以后要可以去补习 然后才可以去考上医生不容易嘛 所以小时候根本没有那么穷的村子里面 你也没有向往的对象 有啦那时候想当播音员 为什么 因为晚上大家都听收音机 那时候 那到后来觉得有一次 你又觉得你被敬重 是觉得 你不是当志愿 我应该志愿不是说我要当什么 我是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觉得蛮幸运的 因为我们刚刚在后面讲 你在讲说 我们要从十岁的时候开始讲 我说十岁的时候做什么 十岁的时候 我已经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个人 因为我被训练来替村子里面的人写信 看信写信 我被训练来替村子里面不认识的人 读报纸 各位读报纸不容易 不相信你今天进来一张报纸 用台语练给你旁边的人听 那非常困难哦 真的非常困难 所以你在十岁的时候 你已经参与了大人的世界 一些不可说的秘密 你已经进去过了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以前常常挤例子 比如说一个媳妇 他可能叫 小姐姐你帮我设一张拍 帮我带到他家去的时候 一定写秘密 一定讲他婆婆怎样怎样怎样 跟他远方的先生讲 第二天他婆婆来找我 小姐姐来帮他设一张拍 一定讲他媳妇怎样 然后我妈妈都很好奇说 你他叫你写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 教我那个条线白跟我们说 拍来用不可以把别人说 所以我妈妈就气得要死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介入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那时候就练很多报纸给人家很多听 所以大人已经把我当成一个长很大的年纪 把我动作一个大人你看看 就把我当成一个小孩的大人来看待 对我非常不会像对其他小孩子一样 我16岁就离开家就在台北来工作了 那那个你看的会可能更多 你可能可能看到更多 你看到人的复杂性 那时候比如说 你村庄里面 我们那个村庄几乎是生命共同体 因为大人白山 都是做同样的说 那才是生命共同体 今天一个有钱人跟我讲 台湾建设成一个生命共同体 你不怕事就怕事不怕事 因为没有同理心 那同理心不够 怎么样把所有人变成一个生命共同体 不用了 那我觉得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从南亚乡下到台北来工作的时候 你整个心情也在改变 因为觉得这个城市很冷酷 当然那时候台北已经比现在温暖多了 像现在我们自己冷酷都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冷酷了 我常常开玩笑讲 我们常常在脸书上面跟完全陌生的不晓得谁 哈喽你要加油 不跟你家庭人打招呼了 很多小孩子是这样 不回来不跟妈妈讲话 可能跟一个陌生人讲一堆话 那你在以前的城市也是一样 就是你会遇到很多人跟你乡下的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一直想 你只要遇到台北 问你哪里来的 我九份来 九份是干什么 九份是做房 开金矿 哎呦 那你家很有钱 我说很有钱 怎么留在台北当你家的用人 我说不是工人是怎样 你开始讲九份的事情给他们听 甚至讲秋天的时候 芒花开是什么样的风景 芒花是什么样的感觉 芒花可以做什么玩具 可以怎样子 你那边你九份那边的人是来自哪里 怎样怎样 你会把为什么叫九份 还有我们那边村子里面是外地 全台湾各地的人都聚集在一起 所以就开玩笑讲说 每天七月葡萄 从七月葡萄 你吃到七月鱼鬼 因为每个地方风暑都不一样 所以一到七月 我们几乎天天在拜拜 你为什么会急切地想这个 现在终于懂了 你希望把两个陌生人 把它凑成一块 了解彼此 你希望住在台北的人 可以去知道 住在彰化田中的人的风景 跟他们在做什么 你希望住在台中的人 知道蓝宇的人在过什么样的日子 在做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也有彼此理解 好像人才跟人之间可以更沟通 所以我那时候一直觉得 以后去当一个播音员也不错 那时候那种东西越来越明确 特别在当兵的时候 我当兵有两年是完全在金门 不能回来 我们做兵的时候 我是第一特种兵 就可以上街头抗议的那个 就是两年要退五分 先给你一张召集令 又进去趟一点 莫名其妙那个 所以你已经注定上山 三年里面有两年在金门 金门那时候一天都不能回来的 所以在那个阶段里面 其实在那个金门的阶段里面 每个人都哀声叹气说当兵多可怜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充实 我觉得蛮充实的 第一 我在金门的时候一直觉得 我应该好好去认识这些人 因为军队里面的人更复杂 有那种小时候在大陆就被拉去当兵的那种老娃兵 那台湾的金门里面 家里的行业乱七八糟都有 有做三公 有做三公的 有那个 在华西街开老人查试的 我们还有一个兵是长间未睡 然后就去关到四年 又回来回忆兵 所以每个人都去问他 为什么未睡 当然不会跟你讲 你问到活他会打你的 对不对 然后我后来变成好朋友 他还真的跟我讲为什么未睡 这样子 然后各种行业 各种 你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去聆听他们讲很多他们的故事 你后来变成 我知道了 我要让一个人跟我讲故事 我必须跟他变成好朋友 所以跟他变成好朋友 就是你完全把自己的心胸打开 去接受他 不是我来教育你们 我帮你当人看 不是这样 是我把我当人 让你教我 我把我耳朵打开 我听你的 因为我觉得你练太 看多小说 都不如他的人生精彩 所以你是这样 当兵是这样 当兵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 每天写日记的写很长 我在训练自己 我用怎么样的 用文字 把我今天听到那些人的故事 全部写下来 我怎么去告 去 用文字 去把我当天的心情 全部写下来 所以我当兵的时候 写很多日记 拿到瑞芳的时候 我妹妹有一次来写信 跟我讲说 哥 你的日记好好看 我都带到厕所里面 当小说看 那我想 我后来想一想 其实人生在某个阶段里面 会变成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好像年轻的时候 某些基本上的东西 会在你的血液里面 隐藏在那边 到适当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 所以在人生里面 你在某个阶段里面 你就是认认真认真之类的 我这一步才会稳 再往下一步走吧 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把很多事情给认真的做好 但是好像明明中在 那个阶段里面就碰到 有那样跟你一样 志同道的人就会聚在一起 然后去做某些事 所以我将我阿公讲过一句话 人生戏也不要 我上面要在我画完 好 所以文年珍导演呢 他往往就是顺势而为嘛 对不对 当下的环境是怎么样 就安住他的心 但是呢 用他的耳朵 用他的眼睛 去不断地观察 不断地吸收 自然成为自己的养分 各位 你们的逆境的时候的风景 又是如何呢 我们每一位 分享一个故事好了 好不好 来 放在和尚先 逆境的故事 慢慢说 五分钟 讲到逆境这个错 这种生命的一些过程 让我体会到 如果我有 就好像我做生意 如果有做生意赚钱的话 我怎么样可以 利益他人 我现在不敢讲说 现在我们市董事长 或吴导演 现在都是一种社会责任 其次社会用在这种社会 我那时候不敢讲这样 只是说怎么样子可以利益 他人 或是至少照顾到周遭的人 我朋友 带我去 见大西 一个大观寺的师父 他要我去禅修 你到龙禅寺去禅修 他没有要我皈依 他找我另外一个朋友 在他那边皈依 这个阴眼 想到这样的阴眼 才接触到龙禅寺 开始去接触到一些佛法 所以我76年就开始吃素了 这个里面都有许多的因缘不可思议的现象 然后最后接触到慢慢接触到的佛法 帮助我们 这个心开意解 所以在这种逆境的过程程如 现在这种师父在讲中逆境当中或是低潮期 如果能正面解读逆向思考 而不用后面的情绪来看的话 是一种体验 锻炼 锻炼 学习 成长 即使有挫折 颓上 更能以同理心来支苦 受苦 来救苦 刚刚吴导还讲 同理心非常重要 我们不要老是用一些口水 浑蒸口水 要多一点甘露伐水 来帮助大家 都能冷静沉着的 帮助自己心安就平安 而你心安平安的话是一种智慧 那更要去祝福的力量 来安定人心 所以碰到这种逆境的 这种人生的风景里面 因为我们产生的这种 风度或是这个风格 而真正的人生的风光 或是风景或是风气 慢慢地从正面解读逆向思考 能带出来的话 那每一个人都去学习 《华华经》里面的观音菩萨 知苦受苦 同理心救苦 愿意承担来奉献利他 抱怨又不要抱怨 阿弥陀佛 逆境发生的当下 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 还有呢 这个逆境发生的因缘 比方说他的最重要的关键人 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师父每次都跟我们说 逆增上缘 要感恩 缔造逆境的这样的人 这真的是很困难 但这都是考验 这就是一念之间 我们不妨也来听听 师董事长 他的逆境的求生 甚至求智慧的过程 我想谈逆境之前 还是要谈志愿 因为我现在还在做志愿 使自己更有用 更有用 那这个没有定义的 要更有用 当然历练要多做 而且不断地学习 能够让自己更有能力 来立他 那就有用 我记得小时候 我是卖爱国奖劍的小孩 我也是卖鸭蛋的小孩 那时候我就是说 课余之后帮妈妈 分摊一些工作 就是很有用 就是有用 那谈到逆境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发生了 就是大专年考 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 我以为我的成绩 应该是台大的 后来到成大去 后来发现 如果到台大就没有今天了 因为塞翁司马 因此恢复 也就因为这样 才进入交大 第一届的电子工程系 才有在俗中吴大将 活着称王的空间 我才可以当 这个人生就这样 所以 但是所有的逆境 都是我妈妈说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我一心都要回馈给他 他没有因为这样责难 包含宏记的一兆二兆 三兆他已经不在了 在过程里面 他就不断地鼓励我 那实质上 对我来讲 看逆境 是美妙人生的一环 是一个常态 你要面对它 因为逆境 使你的人生 更丰富一点 如果只有顺境的话 这个不是很美丽的人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尤其当你面对逆境的话 要寻求突破 第一个 我从来不会后悔 因为我没有空后悔 后悔也帮不了事情 延天游人也帮不了事情 就是面对它 要解决问题 我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反向思考 想想以前没有想过的 新的招式 如果来突破这个困境 第二个 就是正向的乐观 我一直都是正向乐观 天无杰人之路 一定以后 只要你努力了 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如果不是这些逆境的话 我看 我大家知道文学 国文英文都是60分左右了 勉强几个人 竟然写了六七本书 所有的书都是要面对逆境 当时的背景 如何克服 这个才是很丰富的 一些可以被人家分享 参考的一些机会 只要在逆境的时候 永保有信心 你面对它 利用这个机会 来培养你突破瓶颈的 这样一个历练的话 这是千载燃红的机会 好好掌握这个机会 谢谢 如果不是有那些 千载难逢的机会 现在也不会有那么多本书 对不对 所以呢 碰到逆境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赶快静下线 把这个记录写下来 像张荣发现的时候 你看 跑三点半就是没有拍照片 对不对 否则现在有太多太多的 很棒很棒的见证 好 那包括您刚刚在讲 这次再重新回到宏基 210天 那时候有没有把它当成逆境 眼看自己创造的王国 被媒体形容成说是要 几乎要破碎 每次都是利用这个机会 启动再造 因为我们一大群人都不希望被媒体说 没有希望 那就我就利用这个时候出招 平常你要变革不太容易 所以这一次回去 当然是因为个人的社会责任 方丈刚刚讲了 是一个个人的社会责任 不是为了我的钱 我的钱已经过多了 但是整个员工客户 还有那么多股东 你当然要回去 我已经抗计了半年不回去 因为我不愿意剥夺 人家再造的这个舞台 如果我剥夺这个舞台 下一次一定会有 因为你已经是意识存在了 下下次我一定不在了 也不能从棺材里再跑出来 来再造了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传承下去 这一点我想 吴聂正导演也有很多很多的 回应跟感触 毕竟自己一路也是从媒体过来 那他所扮演的角色 往往是争扁事实 但是都说出大多数台湾民众心里的话 这个时候 你要讲一下你自己的逆境 还有现在 说实话也是整个台湾 面对一个很大的逆境 就是整个的氛围 不肯定别人 不感恩别人 只批评 只责难 甚至呢 用口水来淹没 来抹黑 这刚好也是台湾的一个逆境 也许从个人 也可以谈到台湾现在的状况 好吗 不晓得大家相不相信 因为我不觉得 我人生有什么顺境过 所以真的没有逆境 不是 因为我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我刚刚讲过 很年轻 小时候那个环境 基本上就是充满忧伤的 特别在我这样的观点里面 来看 死亡随时在发生 分离随时在发生 当你在台北来工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种 以前是雇主时代 不是现在是被雇用者的时代 你们不去那里面 你看看 你们老板 网路上常常讲 那种烂老板 在批评 去挑老板 我们以前是被挑的 所以你常常必须在那样环境里面 你必须要做一个乖巧的小孩 所谓乖巧是听人家话 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薪水也是别人跟你讲 你以前也没问说 你希望的待遇是什么 没有 我一家可以当三百块 看你要不要 所以那个年代里面对我来讲 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生的一个悲观的态度就是 得知我幸 失知我命 我得到什么真的是意外 也是一种幸福 我失去什么那是必然 就像你 当然年轻的时候看了非常多的书 很多东西很多书里面某些东西告诉你可能一些比较虚无的观念 对我来讲这个反而是好事 就是觉得如果现在我遇到一个人 我都会把他当作是我的贵人 我真的是这样 而且人生真的碰过这样 而且有一次我朋友到几年前才跟我讲说 希望我跟你说什么事 我是很认真你的 我说为什么 他做事业开工厂 他说我一个生产线写下去 想不想练了两年 就是一个生产线这样 一直要每天做从未有事情 饮料什么一直制造就六年 你有点可怜 你是弄一个马上拆掉一个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嘛 你写完一个电影基本就没了 你拍一个广告以为播一次就给你一天的钱 不是 就播一个就没有你这样是第二个 你每天六十几岁看起来好像很有名气的人是不是 你任何一个公司开广告回忆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孩子还可以跟你讲 导演这个idea很烂 而且那个衣服真的是很没有水准 你还必须听啊 对不对 对我来讲其实我一直处在一种逆境中 我从来没有当中没有顺境过 所以我反而日子过得蛮愉快的 所以觉得因为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嘛 我的意思是 但是因为在自己一直觉得 我没有顺境过 我说我一直觉得最逆境 是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很容易就得到什么 得到什么 荣誉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你得到就得到 其实对我来讲人生逆境 所谓逆境最大的逆境 我弟弟 我妹妹 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是最最最最最累 我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看 因为看过很多礦工死亡 所以一直在解决心里面那种忧伤问题 就有一次看到赵志凡先生写的一本书 叫半夏流社会 所以他第一页就写 请畏生者流泪 勿畏死者悲伤 就是过世的遗疑 其实对我来讲都永远没有顺境过 我到现在为止还抱着一个概念 得之我幸 施之我命 我生命里面其实现在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 他们也在想是成就吧 因为对我来讲这些都不是成就 这些都只是工作上面偶尔的累积 那如果在情感上面有什么东西 冲到一个什么逆境 我觉得我是很有办法 我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去转移 还有很多事情是你心存感激 真的充满感激 文年珍导演讲到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共通的疑惑 你已经讲了 现在才会面对一个大逆境 内外交迫 最重要的是人跟人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我想请问方长和尚您觉得 台湾现在面对着什么样的逆境 那怎么用行大愿的这样的一个心去看待 甚至去改变这样的人间风景 深楼万象都在放光说法 放什么光说什么法 都在放慈悲光智慧光 说的是延起无常无我空 因为我们的身心世界 视线的就是一种变动变化无常 生老必死 生住易灭无常 我们的世界沉住怀口 在这种变动变化无常 生理心理以及物理现象 但是就是要有伦理 人跟人之间 不管或是在公司行好 一定要有伦理 人跟人之间 我们如何利能辨识利己 那出发点就是说 我们如何理解现象包容状况 还要持续沟通 成就修行 因为我们许多价值观 可能产生偏差了 虽然看到台湾有一些 乱象失去的现象 但这只是一部分 是报导出来 同样的我们看到 有灾难的时候 也看到台湾人性光辉 非常好的一面 能逆己逆人其己 这么多的善款 这么多的人 可以放下自己的生命去救宅 然后自己也甚至牺牲生命 那这个就是 成如创办人圣言师父所分享 救苦救乱是菩萨 受苦受难的也是大菩萨 那我们如何面对台湾 有乱象或失序的时候 必须去乱中有序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乱 怎么样子去慢慢的可以平静安定一点 那就要从人心上 心安之后平安 法谷山如果说是一个禅修的道场 也是一个观音的道场 如果有佛法禅法心法 佛法就是心法 禅法就是心法 帮助大家心学习平静安定 那我们的念头都要很纯真 还要真诚 那这样子在奉献 利他的时候 学习常不清菩萨 我对每个人都非常尊重 即使我们被侮辱了 被批判了 甚至被 咒骂了 那我们都心甘情愿 对 刚刚这个我们耶稣三菩萨还讲 感恩都在成就我 顺利皆感恩 然后用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地 以不争你我多少 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来奉献活出 然后起善恋敬恋来祝福 每一个我们所要祝福的 世间所有的或是世界一切 不是只有空难来灾难 世界每天都有战神 所以我们共同的一起来努力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实时修正自己身口意行为的偏差 价值观念的偏差 或是媒体报道有什么偏差 我们媒体的朋友彼此互相 关怀跟美丽 所以在讲到这个 身口意三叶行为 也就是成就我们人生风景的 一种工具 所以你观念行为 静念的时候 你产生出来的风景 就是美好的 当然我们说你在哪一个地方 看太阳或是看什么荧物 一定有不同的风景 但本体一定一样的 都是空的 都是缘起都是无常无我的 但是一定有不同的 要尊重不同的现象 好 那就是我们刚讲 时代的人间风景 现在我们面对是这样 可是我们也要行大愿 希望有一些改变 那怎么做呢 不晓得施董事长有什么样的妙法 这时候逆境的思考 正向思考 我就用我的周永明 来试着想一些办法 因为我的周永明就挑战困难 突破瓶颈 创造价值 因为我希望做一个有用 更有用的人 就要不断的创造价值 那我创造价值的方向也很简单 只要哪里有瓶颈 就是我想要有所突破 那今天社会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也是一个瓶颈 等一下我再说明我的看法 那瓶颈是存在的话 就很多价值没有办法体现 那瓶颈之所以存在的话 你要突破的话 一定要反向思考 如果用原来的方法 瓶颈一直是存在 瓶颈之会存在的话 绝对是很困难 或者轮不到你 所以挑战困难 就变成你的常态 所以面对逆境 就是你永远要面对它了 所以变成自讨苦吃 就变成我的基本的心态 一定要自讨苦吃了 但是苦中作乐 我想我们要苦中作乐 而且感觉到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对自己的历练 对自己的价值 觉得不惜此生 如果 我也常常讲 如果睡觉起来 发现这个世界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可以不必醒了 对不对 没有问题 我为什么还活呢 活的就是要为社会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这个基本概念 那最近我再推王道 王道很简单的三个基本信念 创造价值 利益平衡 永续经营 不断的创造价值 建构一个 利害相关人的 共创价值的机制 然后利益平衡的机制 好 看看时间是最后的十分钟 所以我一定要 请吴聂珍导演 稍微把握一下时间 五分钟的时间 刚才我们针对 现在面对的状况 还有我们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怎么用我们的大愿心 我们的行大愿的方式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不敢说去救社会 但是 就你身边来讲 可以稍微做一点改变的 台湾发生很多事 什么事情好像看起来 最近好像这几年 台湾好像践入一个 非常奇特的一种绝望的状态 其实我这样讲 这样的事情 天天都在发生 只是以前没有媒体那么精准 媒体那么快速 随时把很多事情告诉你 而且一天可以告诉你12次 就这样告诉你而已 其实天下其实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都是在重复发生的 都在重复发生 爱恨情仇等等都在发生 那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很简单 其实我们都不是一个 能够救世界 救这个社会的人 唯一能做的事情 在你眼前所能做的事情 你尽量把它做好不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在某些状态底下 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或觉得这个事情 对社会是有帮忙的 你就尽量去做好了 但不要那么积极的去炫耀 或者去讲述我的功能 为善或者做什么事情 你就认真去做 好 心可以不必很大 但是就自己的能力范围之间 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让自己更有用一点 怎么样把我们的出发心找回来 把我们的大愿心走出去 方丈和尚 能难免亦有期望 但要有节制欲望 千万不要奢望 未来要有展望 永远不要失望 心更不要绝望 坚定拥抱愿望 才能充满希望 随时发心 随念清静 随处观音 随生应生 随言迎接 随力奉献 随意心安 随喜自在 随佛修行 随愿守成 阿弥陀佛 来 施董市长 台湾的社会不切批评 不切责乱 我们已经过多了 把那些精神呢 跟自己过一不去的精神呢 去想想如何在为台湾 正面的一个力量呢 或者就采取你自己该做 因为整个系统本身就是有盲点 那明明了解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管理 政治理念的一些基本盲点 那你为什么还自己陷入那个盲点呢 找出突破点 对社会做出正面的贡献 谢谢 好 谢谢 董导 我觉得更简单 我觉得自己能力有限 我只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 自己工作要敬业 心中有慈悲 谢谢大家 我们的系列讲座 今天第一场强调是找寻人生风景 其实我们不光是找寻 也要用我们的智慧自己去创造 自己去改变 自己去引领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预谈者 给我们这么多的绝妙人生的智慧 再次掌声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方正合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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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